大年初六开工日 立法院的韩国瑜一大早 没有进到立法院来 根据幕僚私下透露 他是去跑非公开行程 虽然韩国瑜没进立院 但不代表开议前 议事先暂停 国民党就出招 要行政院长先来报告 猪肉怎么会有瘦肉筋 17号我们希望能够开零食会 但是我们也尊重韩院长 明天所召开的朝野协商 国民党团已经ready 要为我们全国的国人 一起共同来打拼 你既然开学了 你就不需要含修 不需要鼠修 因为我们就正常来上课吧 虽然国民党不能照表操课吗 民党认为下周就要开议了 到时候再报告也不迟 但民众党似乎不这么认为 如果你的报告马上就出来 那相关官员出来解释得很清楚 那也没有什么要 再特别开零食会的问题嘛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 民进党能不能提出一个 大家都可以幸福的解释 意思是讲清楚不就没事了 行政院也在开工第一天 赶紧说明瘦肉精查验进度 除了该市单一样品 检体验出西部头之外 相关部会自2月2日起 启动溯源检验后 截至2月11日累计706件 扩大检验样品中 也都未检出以形受体素 相关的同批的梅花肉片 希望请台中市政府来协助检验 费用台上说他愿意出 结果非常让人遗憾 也非常让人诧异的是 居然台中市政府拒绝 民将立委反爆料台中市政府态度很奇怪 瘦肉精猪肉的食安风暴 俨然成了立院攻防阵 TVB新闻